7500美元这个消费对于许多人来讲 不无小补 他希望能够带动他的车辆的销量 可是呢 可以符合这个抵免资格的 已经从原来是20吧 减少到13款了 因为你如果是用大陆的电池的话 哇 那不好意思 那不能够拿这个7500 所以是不是有影响呢 可是有人就说 你说有影响有影响 还不是一样 你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自己都在讲 美欧对于中国电动车的焦虑 或许会伤到自己 怎么说伤到自己了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面对的经济挑战 经济结构的转型 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 很关键的时刻点 但我还是要提醒就是说 我觉得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1.4% 然后去嘲笑中国大陆 今年的5.2%的经济成长率很低 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怪怪的 就是我们的1.4%去嘲笑对方的5.2%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股市不好 它有它很多的货币结构上面的一些问题 这些东西呢 它并不等同于经济上面的表现 那中国大陆的经济要去面对的问题很多 这并不是完全没有 那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去面对的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状况 不过我们纯粹就电动车这件事情 电动车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拜登非常重要的政策 他几个绿能政策 电动车啦太阳能啦这些政策 可是他要发展这一些新能源政策呢 又同时要抗中 他就会面临他很大的困境 比如说他要禁止这一些 中国大陆所生产的太阳能板 或者要去科增他比较高的这一些税 或者这些模组 要科增比较高的税 就会让他自己在内部要发展太阳能的这个部分呢 就受到了阻力 因为买不到便宜的 那他们的成本就大幅度的提升 成本大幅度提升 你就发电来讲 我的电力没办法受到那么高的电价 我就不划算 所以他就发生了这种成长停滞的一个状况 这是在他发展绿能的时候 已经看到的一个状况 包括风力发电 包括太阳能发电 都有同样的一个情况 而汽车这个部分 他重点是放在说 如果你的电池是中国大陆生产的 我就不补助你这7500块美元 可是你知道吗 韩国是最喜欢调查全世界的汽车电池 它的分布状况 中国大陆自己不调查 都是韩国有一个研究机构 它每一季都会出报告 最新公布到第三季为止 那么全世界前十大的电池厂商当中 六家是中国大陆的 那韩国三家 日本一家 那美国当然是完全没有 可是你知道这六家当中 其实分布都很不平均 因为第一名 明德时代就占了37% 然后第二名呢是比亚迪 比亚迪呢 占比也有16% 我记得是16% 16%左右这样子 所以两个加起来 就53%了 所以一半以上 光这两家就一半以上了 那为什么他的市占率那么高 是因为他刻意的补贴吗 或是他刻意的有些什么样子的政策 no no no都不是 比亚迪当然有他自己汽车成长的一个 大的一个base 我自己用我自己的电池 宁德时代是非常多的电动汽车喜欢用 特斯拉一定指名要用宁德时代 是因为他有竞争力 他的充电时间最短 然后他可以效能最发挥到最大 然后相对比较轻 因为你要知道 离电池其实是很重很重很重的 你要减那个量 都已经花很大大功夫 所以宁德时代是便宜好用又快速 那你对于特斯拉来讲 我当然要用宁德时代 因为对我来讲才是一个竞争力 那现在美国说你不可以用 宁德时代你也不可以用 比亚迪你也不可以用 所以你只能够用韩国 你就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的厂商相对昂贵 然后同时竞争力就比较弱 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自己内部的厂商 未来要去外销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出现问题 也许在你美国市场没有问题 可是你要外销到 你认为福特不想外销吗 通用啊这些公司都不想外销吗 福特本来在去年二月的时候 要跟宁德时代在美国一起合资建一个电磁厂 福特出钱宁德时代出技术 结果政治压力下福特九月的时候喊停了 你认为吃亏的会是谁 就好像法国要去查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补贴 那就发现到说德国厂商是最有竞争力的 在整个欧洲的汽车业来讲的话 它是最有竞争力 德国的汽车厂商各个都反对 因为他知道电动车是未来 可我的技术已经赶不上了 所以他的最好的选择 就是我去跟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业者合作 我才有未来前途嘛 所以旧商言商 美欧以为他们可以借由抗中来保护自己 都伤了自己的竞争力 是啦 那现在呢 你看赖老师 你讲的科技战呢 那我们要看看 现在呢荷兰保受美国的压力 美国的政府给荷兰的政府压力 就荷兰的政府压力呢 又给了荷兰的企业 可是呢 荷兰的政府后来说 没办法了 不然你就美国的政府 你直接去找这个荷兰的企业谈嘛 你们要怎样 你们去直接跟这个ASML去谈嘛 结果真的 美国的白宫的官员 包括像是他们的这个 高阶的这个官员 都直接去找ASML来谈 说光科机的部分 能不能不要再卖到中国大陆去 尤其是他们特别在乎的 这几个品项 我们看到香港的媒体 现在就报道了 荷兰高端晶片制造设备出口禁令 一月份生效 但是呢 怎么忽然说 这个现在ASML声明指出 新规定实施前几周已遭撤销 部分的光科机的系统的出货许可 这可能会影响到小部分的中国客户 然后也说正致力遵守所有适用的法规 包括这个有业务国家出口管制 预计荷兰撤销许可及华府出口管制 都不会对于他们2023年财务的前景 产生重大的影响 又说是影响小部分的中国客户 又说对于2023年财务前景 不会有重大的影响 但是未来呢 这大家是比较关心的 然后现在目前呢 到底怎么看ASML现在 限制光科机出口这件事情 对于中国大陆的实质影响性 因为ASML的光科机的出口 它的限制是从今年开始 但它的过去的街道的订单 都是可以出货的 所以在上次在上海的进口博栏会里面 ASML本身也有去展览 而且占的展览场的空间是很大的 在当时中国大陆下了非常多的订单 它成长了好几倍 那所以ASML在那段时间 满手接了好多的订单 满满的 对 而且中国客户也知道说 之后可能就会被限制 赶快下单 是的 也就是说要等到 中国自己生产制造出这个光科机 对 保守的估计可能要五年左右 那乐观的估计说三四年能不能生产得出来 但是事实上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五年 这个ASML的总裁他们估计 中国大陆大概要用五年的时间 就可以做出来了 可是问题就是那你这五年的期间里面 你怎么办 你还是需要光科机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生产制造商来说的话 它当然要赶快下订单了 即使这些并不是最先进的 并不是极止光 但是还是下满了订单 美国一看怎么订单下那么多 而ASML也同时就接了那么多订单 因为当时的规定是这样子 当时的规定是只要订单接了 然后在生效之前 那这些都要买单 对 所以ASML就从之后就不能再接订单了 结果现在美国就反悔了 美国反悔了以后 美国就要求荷兰的政府要处理这件事 我觉得它像是在半路蓝湖 对 半路蓝湖 对于ASML来说的话 那你要看它跟中国的厂商签约的时候 是怎么签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有签 你毁约之后的赔产条款的话 那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如果你没有签这个赔产条款 那今天ASML说 那对不起后面订单我们不要 我们没办法接了 那就是毁约 目前ASML也不肯公布 它毁约了几家 也毁约了几部 占它的比重多少 都不肯说 所以没有人知道 那大陆外交部已经一方面 对美国表达抗议嘛 二方面对荷兰政府表达抗议 因为ASML它的论点是说 我必须要遵守我政府的规定 所以重点是在于 荷兰政府有通过这个规定 那所以因为政府有通过这个规定 企业只能遵守这个规定 如果荷兰政府没有通过这个规定的话 那你美国的行政部门给我施压 我不见得要遵守你美国的意见 除非你美国来制裁我 例如说你美国对于你所掌控的 这些设计的技术 你制裁我ASML 那对不起我ASML可能会去寻找欧盟 来去跟美国对抗 可是当你荷兰自己本身通过这样的 一个限制法规的时候 那他就没有办法寻找欧盟 去跟美国对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到最后还是荷兰政府的问题 所以外交部 中国大陆外交部也同时 对于荷兰政府表达了他的立场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